像馬拉松賽跑的選手一樣 不停地畫 不停地指導 不停地發表 這個是他最大的特色 凝聚情感的比丢 张炳南由画展 张炳南出生台中风源 幼年家境辛苦 小学毕业后就必须半工半读 帮忙父亲的木工工作 就是在学校帮忙修理课作语 老师在黑板上常常要画一些插画 我父亲在学校修理课作语的过程里面 就帮忙会觉得说 老师画得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是他就帮忙去画 老师才发现说 我父亲这么小的小孩 竟然有那个绘画的天分 后来这个事情校长也知道了 黑板上的插画 意外地成为张炳南人生重要转折 习才的校长推荐他进入师范学校进修 之后通过教师检订考 开启他春风话语的生涯 23岁那一年 结识了人生重要贵人夜火城 在绘画上毫不保留地指导 也推荐他到李时桥画室学画 但是那个李时桥老师 一直拒绝认为说 你一个小学老师 其实那个收入没有多少 养家都很困难的 哪有这个空闲去画画 所以说一直拒绝了我父亲 我父亲就很热忱地一而再 再而三的上台北 然后去找这个李老师 老师后来收到我父亲的毅力的感召 所以觉得说 好吧 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 就才收我父亲 来去学画 在李时桥指导下 张炳南打开了创作视野 尝试多种西方流派的技巧 并不断参与省展等重要比赛 他可以说是台湾省展以来 西画部得奖最多的一个画家 他自己想说不是到国外留学不是科班毕业 我只有借重每一年一次的全省眉展里面去比赛竞技 得奖来建立他个人绘画的声望跟地位 绘画上 张炳南注重形、色、面的构成关系 运用笔触及色彩层次 加强主题元素的造型与质感 创作题材多元 风景、人物、敬物都有精彩的表现 第一个 它的色彩明度非常的高 摄像的变化也很多 可以说是色彩很大胆 那么基礼也很厚实 以风景来讲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 它是从它的家乡开始 从化达的接触的地方 很多的台湾有名的集点 几乎都可以作为它创作的题材 那以国外来讲 就是不管是日本也好 在欧洲的这个意大利、罗马、法国 各方面来讲它都是走遍遍 那么人物来讲 特别是它对原住民 对地方的人物 它都描写得非常透彻 那么进物来讲 因为它师承李石桥 所以科班的给它的影响 特别是在色彩跟质感 绘画的机理来讲 它都非常的讲究 它特别强调一个绘画 它必须要有生命感 它曾经举例过的状况 就我的理解 它认为一张图 它必须要有它的独特性 然后让它赋予它的情感 让它有一个生动的生命体的现象 教学上不论是小学或高中 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 张炳南都以每个孩子都是宝的教育理念 鼓励每位学生 它的教学方式跟它的理念 它是一种很自由 很放松的让学生自己去体会 老师就是要引导学生 用那种潜移默化的那种 它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自己去寻找他自己的天赋 我们在学校毕业那个时候 老师就曾经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画画是我们喜欢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当画家 去工作 但是那个美存在你的内心的时候 你的工作有时候很困难 或者是工作上 有很多需要去排解的 你的内心 因为有那一份美 它可以更容下更多的可能性 张炳南在忙碌的创作与教学中 也热心参与画会活动 直接间接在它推动下 创立胡卢敦、熏丰、东南等画会 并积极参与中部美展、中部美协活动 鼓励提西年轻后继 是带动中部美术发展的重要推手 不管在教学也好 在餐展也好 在他往后在画坛上画也卖得很好的时候 那么他还会持续不断地到国外旅游 在国外写生、参观美术馆 甚至于想建议他个人的美术馆 不断地鼓励年轻的艺术家创作 那这个精神都是很难得的 非科班出身的张炳南 一生如马拉松选手般 一刻也不懈怠 为艺术创作这项志趣 不断努力奔跑 90岁的精彩人生 留下可敬的典范 父亲也觉得说心中有美的话 他的人生就会美丽 所以说是他很安慰于这一生 他有机会来从事绘画 然后也从事美式教育 让他有一个这么精彩的一生 东京富士美术馆创办人 国际创架学会会长 池田大作曾说 前进中有胜利 有光荣 有幸福 台湾创架学会 自2003年起 以文化悬根建构台湾美术百年史 为策展主轴 2021特别策划 凝聚情感的笔调 张炳南油画展 期待透过这次展出 带领观众一同欣赏张炳南 亮丽色彩 甘放笔触下的精彩创作